2014年PayPal1第18題 A1已經有個圖 L1的環境 以及關於L2的資料 另外它們會有相交位置就在這裏 所以似乎粉紅粉藍色的資料 令我們找到一個L2的環境 這個可不可以呢? OK的 好了,而它就說圖裏面有個游了的地方 它似乎是一個四邊形 就說明了,Including the boundary 所以,稍後我們寫的constraint 應該全部都有等於的 OK 這個沒有問題了,是不是? Including boundary 現在等於 是的,就是實線,不是虛線 所以就有等於 不如我們先找到L2的環境 L2的環境 我當它叫做y還是mx加c 我當L2叫做y還是mx加c 其實它相等於給了兩點給我們的 是的 其中一點就是108等於0,第2點就是45等於90 所以就要是mx加c等於90 所以就要是mx加c等於90 應該就是這樣 L2 OK 對不起 不是,2x加c 360 6乘3 OK,差點錯了 好了,找完這兩條了 所以我們似乎可以寫那些constraint 可以四邊形 所以應該有四條 inequality 有兩條就是L1和L2 另外那兩條就是正x軸和正y軸 那正x軸呢 即是x軸 那就是y等於0 y軸 就是x等於0 可以嗎 好了,容易寫的 其實就是那兩條xy軸 x就大約等於0 這個y都大約等於0 這兩個好嗎 OK 好了,之後到L1 L1 所以我們就寫6x加7y 對面就是98 00 是不是我們要的範圍 多元 00是不是我們要的範圍 是 不是啊,多元0 不是啊 你不用待著 你先看看圖 00是不是我們要的範圍 是啊 是啊 那你就代上去 不等好是怎樣 就寫怎樣 所以就這樣 OK OK 最後那條 同樣的 2x加3y 就和360比較 從圖看 00也是L2u的範圍 所以代上去不得好是這樣的 糟了,我今天Graph和Chris 代了00 不是,是代00 如果你代怎樣的話 其實上次我教過你怎麼看 其實可以不代點的嘛 但是你說你不是那麼想用那個方法 是啊 是啊 所以你就要代點了 如果代點正確的話 是不是在那個範圍裡面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你要搞清楚 好像現在這一題 其實我們是從它給的圖 我們會看到 對於L1和L2 00是不是要的範圍 OK 但是你會不會看呢 其實你 不是,這個我會看 但是我今天考的那份 是要有地區 OK 就是 00在這裡嘛 所以似乎 對於L1和L2 00就是要的範圍 而如果你是由地區的話 那你就 因為你未定地區的嘛 那你就代00 下去 他那條不等式那裡 如果他不等式是對的 就是他要00的範圍 你代00下去 不等式不對的 那就是要對加 哦,那行了,沒事了 我應該是對的 是啊,OK 那就是 因為上課也是的 問你 你時靈時不靈 那很擔心你 其實是不是真的 OK的 那 問你你就說OK的 那 OK 好了 那B派本身的題目 你看了沒有? 看了 看了 是吧 那他就說 要安裝一些櫃 是不是 是啊 那兩隻櫃 就是X Y 就是沒有特別 就是這些名字 那有幾樣東西 去說的 就X 就是砌一個X 就要6個man hours 砌X 那如果砌Y呢 7個小時 為什麼加 即加10個小時 Y的 man hours for assembly 等等 如果X的 裝就6個人 Y呢 裝就7個人 裝 但是不只裝的 還有pack的 如果X就2個man hours pack 如果Y就3個man hours 小心 有些X有些Y 行不行 可以 而在某個月份裏面 某個月 我們有幾個man hours呢 就是分別 分別 如果你說裝就900個 pack呢 就360個 這個可不可以 是啊 然後呢 就是你每做一個呢 其實XY分別就會賺這兩個錢的 好 好了 而這條題目呢 你反來覆覆去看呢 他就都沒有 所謂的未知數 所以我們要自己 就是 你要 可能小X和小Y 分別就是 就是 X季 Y季 究竟在那個月 各自做多少個 明明是XY的意思 明白啊 所以你在做 整理的時間呢 那就是 6個X加7個Y 就跟那個900去做比較 行不行 OK啊 那就是小過等於的 人手 就是人手可以過成 你的時間可以不用完 但是你不可以用凸 哦 所以小過等於 等於的意思就是 剛剛好用完 小過的意思就是 又用剩 沒有用盡 那類似了 到你盤子 那你就 2X加3Y 就跟那個360做比較 那就是小過等於的 就是直拿回上面的顏色 是啊 其實你會發現 分別就是跟 A part的L1和L2完全一樣 行不行 但是你要小心的是什麼呢 你要小心的就是 今次說是 某一種櫃 各自做多少個 哦 那所以呢 今次的X和Y 不僅要大於等於0 它們還要是integer 那所以會怎麼寫呢 X和Y are non-negative integer OK 是non-negative integer 的意思是 它們其實可以等於0的 你如果等於0是什麼意思 你不做而已 不做不用寫的 不做是可以的 是嗎 但是你做負的數量 或者分數 小數的數量 就不合理 是 這個又很重要的 在你做文字應用題的時間 你必定要想一想 我們對於X和Y 有沒有什麼特定的要求 最常見就是integer 或者是可不可以是0 可不可以是闊數 這些你要小心 行不行 好 那B part就是這樣的 而之後 它說出負的 那所以呢 我們可能 就叫P 或者直接叫做負的 那就會是 440X加665Y 行不行 是 好啦 那 在Figure 7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所謂的Faceable Region 所謂的Faceable Region 它起碼有兩個雙交點 第一個是00 第二個是45 而第三第四 分別就是L2的Y INTERSECT 和L1的X INTERSECT 而L1的X INTERSECT 分別會計算到的 分別會計算到的就是這兩點 OK 行不行 行 你學校教到一條線而已 正在教第一個項目 所以就未講所謂 objective function automization 推線還是代點 未講的 上次我們就說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代點的 所以我們就會將這四點 分別都代入 找profit的功能 就是算息 很多個 四點 4B型 那你就逐個逐個代 我當P 就是不寫那麼多東西 你幫我計算 各自是多少 0 0 不用這樣 不用這樣吧 都是0 什麼都不做 那當然是0 OK 840 哪個 不是啊 要做200 我認識的數 15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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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是啊 所以是不是這四個數字 是啊 而這四個數字 就是上次說到的就是 有一個會是maximum 一個會是minimum 所以很明顯是maximum profit 有賺200 什麼啊 有賺200 是啊 最大的數字就是7,9800 就算最大的數字 就算最大的數字也好 他都和他要比較的8萬呢 是不夠的 那他可不可以 那他不可以 所以就不可以 哦 真可憐 行不行 整個題就是這樣做的 嗯 那當然中間的presentation 有些東西要加回到去啦 譬如maximum profit 就是7,9800 那小時候那個8萬 所以the claim is disagree 數字 OK 不要說 好了 那這條20年Paper 2 第36 其實這裡是有四條線的嘛 你都會知道 就是第一條呢 其實我們是兩條來的嘛 其實就是x大個等於0 和x小個等於2 是啊 是啊 那所以這裡已經可以當兩條 那可能這個叫做1 這個叫做2 這個叫做3 這個叫做4 然後我們還會寫什麼呢 還會寫完 如果轉頭我入program 1的話 其實每一條息 是入哪三個數 我這裡寫的那些數 你跟不跟到 為什麼 就是怎麼來的數 跟不到 跟到嘛 好了 之後呢 我們就看一看 究竟四條線 他們最多 會有多少個雙交點 而其實呢 就是最多其實就是 六個雙交點 但其實你明知道這六個呢 其中起碼有兩個其實是多餘的 起碼有兩個其實是多餘的 你四條線嘛 四條線你框出來那個 其實最大可能是一個四邊形嘛 四邊形就是四個雙交點嘛 那所以六點裡面 不是起碼有兩點是多餘的 1、2是mf error 對啦 1、2其實是不會有雙交的 可以不可以 就是就算你不知道你按機 都會出這個答案而已 OK 而這次呢 那個所謂objective function 就有個K在那裡 那所以呢 而當然去講的是list value 是24 那我們一會兒就會再 就是慢慢去講怎麼做 而 跟你講過的了 我們是用舊計劃一啦 是不是 是 而其實如果你夠膽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改一個計劃 另一個計劃呢 就直接可以計算過那個所謂objective function 但是就不建議你這樣做嘛 因為怕到時候你 臨場搞祸了自己的顏色 那就真的在市場喊出來嘛 嗯 好了 那就慢慢按了 那我當然改了一條顏色啦 那麼 好了 那我們一二你知Map error 那所以可能就按 一三 零三 就是零負三 得出來呢 是-9加K的 因為我已經改了計劃 所以我已經知道了 一四呢 就是零負一的 而對應就是-3加K 二三 就是二負七 對應就是-13加K 二四 是二負三 對應是-1加K 三四 三四 負二和一 負二和一 對應是-5加K OK 就算你不知道K是多少 就算你不知道K是多少 那這裡有五個數而已 五個數最小的那個 現階段是這個 -13K加 不要住 不要住 小心 是的 如果是這個 就是-13加K 似乎是五個數目中最小的一個 但是你的數目就是 這一點 二負七 是由二三 這兩條 會按出來的 所以你要看看 它符不符合另外兩條 一四 這次很幸運 它符合一四 你明不明白如何檢查 符不符合一四 代上去 是的 譬如 現在那一點是二負七 二負七 你二負七 會不會滿足 二負七 滿足它的X 就是大於等於零 OK 另外 它會不會滿足第四條 那就是X加Y 再加一 是不是小於等於零 是的 你將二負七 代上去 左邊會是負四 負四負四 會是小於等於零 所以這一點 二負七 是由二三這兩條 Constraint 按出來的 雙膠點 它也會滿足 一四這兩條 Constraint 所以 所謂二負七 是在Fisible Region裡面 所以 題目說的 那個Minimum Value 正正就是13-K 所以 對不起 負13加K才對 所以負13加K 會等於24 所以K就是37 噢 沒有 我想Bugler有很多 Linear Program 也都是C的答案 不關事 這麼巧的 可以嗎 可以 剛剛 因為一邊寫 一邊要跟你說 所以就會 用多時間 如果純粹自己做 就可以寫 就是再做快一點 不過Linear Program 這類數 很多時用的時間 會比較多 肯定多過分半鐘 兩分鐘都未必完成到 好多久 兩三分鐘 我想兩分鐘 如果我自己做 都是分兩分鐘左右 就會做到的 我知道 慢慢來 看看22提的A部分 OK 都是有兩條線 你看到有一個 Shader Region 都是Including the boundary L1也都給了我們 6X加5Y等於24K 然後L 跟剛才那一題 很類似真心說 真的 L1給了 然後L2的某些資料給了 嗯哼 嗯哼 然後呢 他們那個 Point of Intersection的X 給了 那麼 不是 其實是騙你的 其實他就 他給了他 Point of Intersection的X 其實那個Y 我們算到的 為什麼 Y 我想算雙膠點那個Y 為什麼 而他才算了 不是 是不是2 point 不是2 point 不是 又不是 Slope 那他已經知道 這一條就是L1 就有Equation是有的 OK 而他就給了 這個雙膠點的X 是2K 那麼我問的就是 雙膠點的Y 是多少 代回 代回到哪裡 代回到 調適度 6X加5Y 代回到L1 是嗎 是 就是我們將那個X 等於2K 代回到L1 那我們就找到一個Y 那就是12K 就加5Y 就等於24K 丟過去就是2K 這個答案很漂亮的 那就12 over 5K 很難得 是不是這樣 是 OK OK 那然後呢 我就讓 那個L2 就叫做Y 代回MX 就不用加C 就知道了 因為他給了L2的Y 是3K 是 所以我就代 剛剛找到的那一點 2K 12K over 5 就下去了L2 就找一個M 那就是12K 那就12K over 5M 加3K 就會等於那個 sorry 寫錯了 不是啊 5Y要乘分 是呀 寫錯了 12K 應該是2MK 就加3K 就等於那個12K over 5 就找到一個M OK 那就會是-10K over 10 -3K over 10 -3K 隨意3 按機而已 對呀 減3 再隨意 很難 爛爛的 其實 所以L2呢 你也是砌好它 就是 乘10 乘10 再減3K L30K 就似乎會是這樣 咦 Sorry Sorry 不是我減3K Sorry 不要緊 其實那個M沒有K 那個M應該沒有K 約了 你看是不是 在哪裡約 在找個M的時間 找個M的時間 那些K就約了 調回減3K 調回2K 哦 對呀 全部K都約了 找M的時間 所以M是實數 沒有K的 可以嗎 可以 OK 好了 那可以寫constraint 那同樣 在這個圖裏面 是不是包X軸和Y軸 是啊 那Y軸那裏呢 我們就可以寫到 X是大於等於0 而X軸那裏呢 我們就會寫到Y大於等於0 而L1呢 我們就會寫6X加5Y 對面就是24K 00 是我們要的範圍 那如果K K坦白說了是positiv integer 所以小個等於 我小個等於 我小個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看到的 24K 我會00 重圖看00是我們要的範圍 所以A part答案就是這四個 OK 那你慢慢看看可不可以 我真的有一點擔心 你真的看到的 其實那些不等號 嗯 應該看到的 那B part就說 其實他們可以做 就是兩種的 就是A和B 那就分別有的 就是每一包裏面 A或者B各自有不同 Ellman和Wallet的那些數量 是不是 而說真的 他們都有限制的 就是1205 看到嗎 看到嗎 就是分別A和B的數量 那既然是這樣 這個就是x 而這個就是y 所以 Ellman來說 就是6x加5y Wallet來說就是3x加10y 這個可以嗎 對 而他的限制就是120和120 OK 同樣你可以用盡 但是你不可以用達 所以兩個都小就等於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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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同樣 就是x和y是 那些餅乾的包的數量 所以也都是 non-negative integer 可以嗎 可以 其實這個就是B1 part 這個就是B1 part 然後B2 part 他也是講profit 就說每賣出一包A和一包B 分別就會賺46和68 所以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可以嗎 可以 而這個特別在於就是什麼呢 K我們已經知道是多少 K其實是20來的 知不知道K是20 代分 其實代分 我們將B1 part 和A part 對應 120就是24k 150就是30k 所以K就應該是20 好 不是 50 50 是50 是不是 K應該是50 是不是 好了 所以那4點 那4點 的相交點 對應A part 那裡 就應該是0 逗好150 00 100 120 然後是L1 那個未找的 是4K 所以就是200 逗好0 看看這4點 知不知道怎樣 有些就這樣代回K 有些是要計算多一點點的 100 120 100 100 100 不是的 100 120是略2K 12K over5的那一點 哦 代回K 是50 那就計算到這兩個數 看看這條 圖裡面 它似乎有4條線的 不過有些就看不到 其實它L1 L2 就分別是一條 L1 L2 分別是X等於20k 和Y對於5k 有畫的圖 其實 不過就不太顯眼 一條 vertical line 一條 horizontal line 隱約 看到嗎 看到 好了 然後第三第四題 L3 L4 L3 其實兩點都知道 L3 L3 其實兩點都知道 因為其實題目就給了L3 和其餘某兩條線的相交點 給了L3和其餘某兩條線的相交點 可以嗎 然後呢 到L4 其實L4 它比較奇怪 特地找東西來搞 L3 L4的階段 會是-4x7 所以如果我到頭來找到L3的 環境 那你就找到L3的階段 那你就找到L4的階段 那另外剛剛 其實它是有給到L3 L4的相交位置 所以相當於給了一點的L4的 調整 就是穿過一點的調整 可以嗎 好 好了 那都是叫我們找L3 L4 但是它沒有叫我們寫constraint 所以A part 現在就只找兩條線的環境 那所以其實L3就是2 point form L3 7k-5k 10k-3k 或者是最後按program 1 那按3-1-5 11-7 那就可以了 那所以那個slope 其實就沒有K的 而Y intercept 就很肉酸的 就有K 是不是這樣啊 似乎是 有一個弱了K 有一個沒有弱 是啊 跟剛才我們計 另外一條一樣 找slope的時間 那些K就弱了 但是Y就不弱了 找Y intercept的時間 或者代回到去的時間 C那個呢 是in terms of K OK OK 好 那所以順手 我們就找到L3的slope 2 over7 那所以L4的slope 那當然了 現在我們貼了一些步驟 那所以L4的slope 應該是-2的 你可以嗎 可以 L3的slope是2 over7 而它們兩個相成是-4 over7 那所以L4的slope就是-2 OK 那我們L4就叫Y等於-2X加C 然後就代XY呢 就是 說那個10K 7K 那希望找到L4裡面的那個C 那所以C等於2X加K 那所以就27K 那所以L4的equation呢 就是Y等於-2X加27K OK 那就找到 所謂的L3 L4 這個L3 這個L4 這個L4 那就做完A part 那不是很難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CQ 你找L3的時間 你就要解釋一下 怎樣的slope出來 怎樣的C出來 那些東西 OK 好了 那這次做什麼呢 這次做file folder File folder File folder A款和B款 那他們的數量 分別就是買X過買Y過 那這次說是重量 起碼其中一個constraint 是重量 重量 OK A就是4克 2克 而B就是2克 OK OK 而Total weight at least就54克 OK 好了 另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件事 關心的 就是價錢 A就2元 B就7元 OK 然後他們兩個的價錢 那個相距 B cannot exceed A就by 29元 OK 那不止的 還有file holder A 他就最多買20個 而file holder B 最少買5個 行不行 行 好 而最後那句 什麼什麼 每個holder 可以放多少本書 那裏我們就不理會 那裏就不關B一部分的 好了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不如先看重量那裏 OK 我們會寫到的是 4X加2Y 大於54 這個你 行不行 行 而這個constraint 其實是refer to L4 你看看能不能認到 大於54 但L4 2倍 0 0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是說 我剛剛寫這個inequality 其實跟L4有關 哦 見到全部數是2倍關係 哦 對 行不行 行 行 好 好 然後說錢 那就似乎是2X加7Y sorry 應該是減 因為他這裏說的不是他們總共多少錢 他說 Total price of B 就不可以超過A的 29 所以呢 就應該是7Y-2X 最小於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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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t exceed by more than 29 所以應該是這樣 OK 而這條呢 就refer to L3 應該可以看到了 看到了 好了 喻言之後 就說 他們各自買 Folder A 就最多20個 Folder B 就最少買5個 所以這裏就很明顯 你就會見到 咦 Sorry 等一下 沒事沒事 分別就是L1和L2 我按一條顏色而已 而其實K是多少 1 1 所以 A part 這麼多的K 你發覺 K就是1 就會完全是B part 那些constraint 看到了嗎 看到了 好了 而這次我們說是 買多少個Folder 所以呢 X和Y 亦都是 Non-negative integer 所以就這樣 撥回去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 B2 那B2 不是做到嗎 B2 現在我們可以做 剛剛做完B1 但是我們還有一些 還沒做的 第一樣就是 我們在圖裡 就還未知道 是B一個範圍 但其實猜一猜到 應該是什麼範圍 OK 你看看 200本 放入這個Folder 代回K 對 用數字 A 上面的項目 是10 7 3 5 好了 不要緊 不是一個圖那裡 你知不知道 為何要游哪裏 如果要游的話 現在看 哪條線 四條都要看的 其實 L4 0 其實你逐條看 你不是要代點而已 你可能代0 或者點 -2 0 加 27 27 Y 小過0 L4要0 L4要0 怎麼會 不要 0 怎麼會大概等於54 對嗎 所以對於 橙色那條線 應該要對面的 OK 之後呢 L1在哪裏 L1 L1 X 0 L1 那就是X小過20 小過20 左邊 右邊 右邊 左邊 左邊 左邊有0 那就小過20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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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過20 -0 20 X小過20 那你代0 那就是代X為0 那0 是不是小過20 是呀 那就是正確 OK 不是 你真的是看不到 很亂 小過20 很難看 3 不要緊 其實我真的懷疑你是不是很熟悉的 看要哪一塊 那我們不如待會做回前一點好嗎 OK啊 其實最後呢 其實要是一個梯形的 要這塊的其實是 完結之後呢 我們只不過是找回那些雙交點為止 而其實本身題目呢 一開始已經給了 就是兩點雙交點位置的了 就是粉紅色的兩點 關於L3的兩點 那我們從圖看呢 我們要找的是L1和L3的雙交 我們要找L1和L2的雙交 然後要找L2和L4的雙交 最後就是L3和L4的雙交 從圖看而已 因為這四點 而這四點裏呢 其實本身題目呢 對我們有用就是L3和L4的雙交就是10k 7k 所以就是10號7 而L1和L2的雙交呢 就是20號5 而L1和L3呢 其實已經是要穩的了 那個雙交的雙交的雙交的雙交 不過它那一點似乎是不漂亮的 OK 它那一點是不漂亮的分數點來的 所以這一點我們就不要 因為我們的XY要是整數的 那我們會選擇其他的 而L2和L4呢 也都是要穩的 L2和L4呢 或者L5k 代回下去嗎 也是代回到L2的雙交 L2的雙交是1 那就已經知道了 OK OK 那現在我們講 其實是可不可以加入到200本書 那所以剛剛題目 我們最後一句我們還沒看 現在就可以看了 就是說其實A就可以放到5本 B就放到9本 那所以我們當擺書的數量 叫做大加B這樣算 那就不要大加B 都是叫P 好不好 那就會是5X加9Y OK 所以似乎呢 你想加入最多的書 似乎應該是L1 L3的這一組 那但是問題呢 我們的XY要是整整數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應該是代 20鬥好9下去的 9有7份6不行的嘛 那就代個9下去了 那就是181本書的 那似乎這裡已經是可以加入最多的書 都是比它的200本為少 那所以B2就不行了 你沒有可能 就是你怎麼買都好 根據你給我的規限 那些constraint 那些約束條件 我最多都只可以加入到181本書而已 OK 就加入不到200本書 那麽多的 那所以就低了 就是裝不完200本書 OK OK 比如第五題 有可能之前做過的 不過不要緊的 那這裡是寫constraint 就是那些數有兩類的不同 有一類可能是寫constraint 有一類可能是由region 我們這裡看了寫constraint 那第一條呢 我寫虛線那條線 既然它有虛線呢 那所以就沒有等於的 只會這兩個 好了 那你看清楚 而虛線這一條呢 這次它是穿過00的 是不是 我代不了0 那所以代不了00 你告訴我 你會想代哪一點 0-1 0-1 0-1就是這一點了 嗯 那我想問0-1 是我們要還是不要的地方 2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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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從圖看是不是我們要的範圍 嗯 是 因為對於虛線這條來講 這一點是我們要的範圍 裡面 嗯 那所以你就把0-1 度下去 不等好應該是哪一個 小一個0 小一個 所以就要小一個 OK 那另外一條 就y-x和2 那這條是實心線來的 那所以到頭來寫呢 你一寫小就等於 一寫大就等於 是有等於的 好了 那我想問 對於 我用其他顏色筆畫呢 對於這條線 0-0 這次0-0可以代 0-0是不是我們要的範圍 0-0 0 不是啊 都是不要緊記住 我們是從圖看 從圖看 0-0是不是我們要的範圍 一看是 什麼 不是 0-0是我們要的範圍 對於橙色這條線 0-0在這裡 我們要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由這一邊 因為0-0我們要 如果0-0我們不要 我們是由對面的 如果由對面 怎麼會游到 題目現在講的那個地區呢 OK 對於是 明不明白的意思 明白 是這樣看的 0-0也是我們要的範圍 因為如果0-0不是我們要的範圍 問題答案就是這個 OK OK 但對於第六題 很明顯地 0-0是我們要的範圍裡面 OK 0-0很明顯地就是 在那個範圍裡面 所以這兩題 對於是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代領 0-0 找到不等好就OK 找到對面不等好 就已經是我們要的 所以就做完 第六題 可以嗎 OK 如果由呢 好像第十九題 看了A OK 第一題 X小個等於3 那就是要左邊還是右邊 小個等於3 左邊 左邊 因為左邊的X才會小個等於3 好 第二題 就Y 大個1 右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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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Y Y是一條水平線來的 是上還是下 上 是上 是上 OK OK 那第三條就是斜的了 第三條是斜的 0-0 0-0 0-0在這裏 代0-0 去不等好 還是不對 對的 對的 代0-0 去不等好 對的 所以我們就要 0-0的那個方向 綜合這三個方向 我們會游的地方 其實就是這三個型 OK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會看C part 第一題 第一題就是 這一題 0-0就在這裏 代0-0對還是不對 對 對 代0-0對 所以我們要的方向就是 0-0那個方向 就是這個 可以嗎 可以 好 之後第二題 第二題就是 這一題 0-0沒有一代 你要代哪點 0-1 0-1就是這一點 代0-1 對還是不對 不對 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對面的那個方向 就是這個 可以嗎 好 第三個 第三條就是這一條 0 在這 0-0 代下去對還是不對 對 所以我們是要0那邊的方向 所以綜合這三條線 其實我們要的就是 那個三角形的位置 OK 開始熟一點 熟一點 但是之前你真的有誤解嗎 還是什麼 都很亂 OK 看不看完D 看完D 看完D 好D 第一題 第一題 似乎是 這條實心線 0-0在這裏 0-0對還是不對 對 對 0-0對 所以要0-0那邊 第二題 就是這條虛線 0-0在這裏 0-0代下去 對還是不對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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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向對面 對嗎 對 好 之後到第三題 第三題就是 這一條 0-0在這裏 0-0在這裏 對還是不對 錯 錯 所以就是 0-0對面的 那部分 這次的圖形 即是 Frituration 是很有趣的 它是這樣的 它是這樣的 OK 它是要三條線的 右手邊 或者右上角 OK 即它不是一個 所謂多邊形 或者怎樣 可以 可以 好 做多 33 33A 33A 有多少條 4條 那我們先說 x等於1 x等於6 好嗎 好 你說哪條 你想 x等於1 好 小過1 1到0 所以 但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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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x大過1 嗯 因為它是實心線 所以是有等於 而另外6 那裏是小過6 沒有等於 我代入地區 都可以的 所以 原來 頭尾的兩條 就是這兩條 OK 第三條 我當代7y 和3x-7 那你會代哪裏 兩邊都要代嗎 不是 那你都要知道 不得好是怎樣的 你XY都要代的 只不過 通常XY同一邊 這樣解釋而已 30 30 30 對 30不得好是怎樣 一邊0 3 小過 7y小過3x-7 你代30 是嗎 OK 可以 OK 就是這樣 好 第四條 就是x加4y 和-10 這條是0.0 要不要的 那一個情況 不要 沒有 但是 都沒有shade 不用了 不用了 0.0是要的 要的 因為現在我們講 最後那條線 是這一條 我對著 0.0在這裏 它是屬於要的部分 它不要 它怎麼游到這裏 但是它沒有shade OK 因為它不符合其他 constraint 哦 純粹看 最後那條開線 0.0是我們要的 只不過它不符合其他 constraint OK 所以呢 大 大 大 所以 就是這樣 我代了三 OK 行不行 你要解釋清楚 我們不只是看 region 不過不是 你說你想 之後只要代region 裏面的 點進去 嗯 那也是一個方法 不過可能 計算的時間 會用計算機會 慢一點 沒所謂 00太亂 什麼 00太亂 那也是的 00有時候 因為00有時候 是要的部分 有時候是不要的部分 有時候它是 要的部分 但是你看不到 因為它是不符合其他constraint 好像33A那樣 嗯 OK 那 沒有所謂的 其實如果你說 有region 我寫constraint 那你就必定可以 代替 某一點進去的 譬如 B 它應該有 1 2 3 4 四條constraint 例如說 你可能 一條線都代-2 到-3 那 沒有所謂的 只不過 因為你代的數 可能兩個位都不是0 所以你要算得小心一點點 OK 可能看完這條 那你看看 那你看看 應該那些不同的項目是怎樣 Y大過3x加14 不是加14先 加2那條 什麼 Y大過3x加2 我代了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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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代這一點 對嗎 對 OK 代04 所以是大過 那先加2那條 那04應該是小過 大過等於 的 然後是2x那條 是不是這條 是啊 那04 似乎是小過等於的 小過 小過 沒有等於 是啊 好 接著就5x4y那條 那04 是大過 等於的 是不是 是啊 那最後一條 你代X是0 Y是4 應該是小過 沒有等於 因為是虛線 那似乎就是這4個 OK OK 但我就不明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不喜歡用Emoji 那個 那個不用想的 這個 這個 哦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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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